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收看我们的 《鸡渣哈秀》 今天很开心 是我们本节目 《鸡渣哈秀》第38集的播出 《玄外之音分享》 音乐是神赐给人类最美 最愉悦的良药 音乐不仅是休闲娱乐 对个人健康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因为人体细胞本身就有律动感 当人体细胞的振动 与外部节奏协调时 人就有舒适的感觉 学者也利用科学的方式 来验证音乐的疗效性 音乐可以改善情绪与焦躁状态 研究证明听音乐可以帮助调节情绪 带来快乐 并使身心放松 减轻压力 音乐可以提高身见表现 音乐可以增强意义力与改善认知 音乐可以缓解疼痛 音乐可以降低血压 并维持免疫力 音乐可以协助情绪抒发释放 与缓解平稳情绪 听音乐的人生命比较长 1972年 波兰政府根据几位病理学家 和音乐学家的建议 建立了一个音乐治疗研究所 而英美日等国有研究医院 也随之采用了音乐治疗的方法 例如给患高血压病患者 听抒情音乐来降低血压 给受了惊吓的人 听轻柔和轻松的音乐 可以使病人安静 以致恢复正常 还有每日饭后 听三次音乐 来治疗神经性胃炎等等 而美国的科学家也曾验证 35位美国著名已故音乐家 指挥家的年龄 发现他们的平均寿命 为高于美国男子的平均寿命5年 据德义等国家的调查 经常听音乐的人 比不听音乐的人寿命 普遍要高5到10年 Jenifer说的这个 我现在就有点心潮澎湃了 因为音乐从医学的角度 它是一种频率进入你的耳朵 那从神明的角度 那也是神明的跟你的沟通的方式 那大家也经常听莫扎特 巴赫这些 经过大家的分析和实验 那他们的音乐呢 往往更容易 对于人的心灵的恢复 和他的疾病疼痛的去除 都很有帮助 那这里面呢 其实也有一个小的奥秘 那就是就好像名人的话 千古不朽 你都愿意听 那音乐也是一样 好的音乐 它的频率会和人们的这种 像我们的心电图 脑电图 机电图 它是有频率的 和我们身体有一个吻合 所以大家就想了 那现在的音乐家 怎么没有人超过贝德芬 莫扎特 巴赫这些人呢 那不是超越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句话 就是非常好 那大家就不需要去调整 代替 就像圣经 很多人就问了 说圣经可不可以在吧 当然印刷可以在吧 就是说 他的话 尽量的都保持原始 原因不是说 他不能改 是因为他已经很完美了 那音乐也是这样 那今天呢 我们有幸请来了 我们的嘉宾 Summer 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想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他的弦外之音 今天本节目 开心邀请了Summer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看见Summer 在人生的经历中呢 是被神大大的束缚和使用的 那我们很想请Summer 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你的音乐人生 和你是怎么样来挖掘自己的弦外之音的 也请Summer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我呢是从台湾来的 那我那个 我在高中一毕业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爸讲 我说我爸爸我要去当歌星 我爸爸说当歌星 那你就能够有范子吗 所以他强迫我去念医学院 所以我就被我爸爸强迫到医学院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可是现在我觉得 他是这样做是对的 可是呢我对音乐我还是不放弃 因为我只要听到音乐 我有时候听一个歌 我自己手拿到琴我就可以弹 所以我对音感很那个 所以有些不会弹的歌 我自己可以弹弹弹弹 我可以加那个和弦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音乐弹起来 我可以用慢的节奏快的 而且音乐的话可以让我开心 这倒是真的 我心烦的时候 等于让我转移我的目标 我如果说在那边一直烦 也不能把事情烦没有完 所以音乐是的确是对健康 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还有我们的音乐这个 因为你唱歌 你一定要用你的肺活量 你如果没有肺活量的话 如果说你这个 就比较对你的身体的健康就差一点 那你用肺活量的时候 那你想你的肺 能够很多的肺活量 很多氧气的时候 它首先受益的就是你的脑袋瓜子 你的头脑里面有多了氧的时候 当你老的时候 不容易得老人吃白 所以唱歌 尤其我常常有时候 我自己也年纪很大了 所以我常常鼓励我的朋友 我说多唱歌 所以我自己也就是喜欢唱 喜欢跳 我也喜欢吃美食 我的美食都是吃有机的 我不吃外面的什么其他的东西 所以唱歌是很有 很能够美化的 然后我再把它弹琴的话 就会让我音乐更舒服一点 因为其他的话 你如果说唱卡拉OK 可能你只能唱 可是有一个琴的技术 你会觉得更好玩 所以我鼓励大家玩音乐 唱歌 对身体也有好处的 那三位问一下 就是关于你唱歌和手动这个问题 你在医学方面 你觉得和我们 那我也是学艺 你也是学艺 我们可以在医学方面 你觉得是不是手脑病用的感觉 当然 一定要 要对我来说 我觉得太难了 要唱就不能动 要动就不能唱 因为今天我们很多人唱歌的时候 他只是嘴巴唱 他不听 我唱歌不这样 我唱歌 我唱 我耳朵在听 我自己听 他这个 你知道这个Summer 他就是解释了一个道理 就是人的健康 并不是你越不动 你就越健康 而且是要开发你 因为大脑 人的大脑 真正用到的空间不到一半 那他手脑病用 你看他这边唱歌 在愉悦自己 那边的手呢 他在弹 而且你知道 催眠的特点 就是用你的潜意识 和用你的肌肉嘛 那他在唱的时候 同时配手 就相当于一种自我催眠 同时又把他的能力提高了 所以Summer是很聪明的 还有你就是说 我们唱歌 很多人就是只顾唱 他不听他自己唱 我不是 我一定要听我自己唱 因为你自己 听你自己唱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你的和弦用的对不对 你的音乐满不满 你若是在那边 哆咪说这样子 那不好听 要怎么样 让人家能够 get attention 别人对你的注意力 所以说玩音乐 是真的是手脑病用的 所以Summer 是不是 你除了问问题之外 是不是要他先 先读为快 还先听为快 其实跟观众朋友们很感兴趣说 你怎么样能够唱 然后手耳朵 嘴巴和肢体 怎么样协调起来 我这个因为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很难 那么我们 我也很好奇说 现在请Summer 来给我们表演一段 好不好 好 谢谢 我给大家表演一首 Don't be cool 是猫王的歌 C-R-U-E-L 残忍 不要残忍 对 对对 对 好 是猫王的歌曲 猫王的 是猫王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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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能来到 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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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请Summer I want no other love Baby, it's you I'm singing on Don't be cruel To the heart of two Don't be cruel To the heart of two I want no other love Baby, it's you I'm singing on Yeah, thank you 谢谢 那我听说Summer是学习过八国语言 八国语言 那就说刚才他演唱这首歌是英文的猫王的英文的歌曲 那对我们来说呢 一般人掌握三门语言都觉得都挺不错的 那我就想让Summer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他是怎么样能够学习这八门语言 同时把八门语言扩展到他的这些音乐和文化领域的 请Summer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呢喜欢唱第一个当时英文 那第二个呢西班牙语 我可以我唱西班牙语 我也可以唱菲律宾语 我可以唱广东歌 我也可以唱台语歌 我刚开始的时候唱广东歌的时候 别人跟我讲说 你刚才唱那一首什么西班牙语的歌很好听 哎呀我都头得晕了 那就表示我的发音很差 后来呢我就在医院里面 因为医院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种族的人嘛 我就比方说广东人我就会唱给他听 那我说你给我几分 零到十 他给我六分 那我知道我还要再努力 一直等到他给我十分 我才是觉得那个 所以像西班牙语 我也是 也是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的 所以的歌 我都都那个 所以我可以唱一首 西班牙语的歌 给大家 给大家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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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亲情我 翻译成中文你讲 多亲情我 翻译成中文你 bésame,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a perderte,verde de suerte quiero extenderte y muestregar y dame los ojos junto a mí piensa que la vez mañana bésame,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bés bésame,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Deddy Bell Bell Dennis Bray 好棒好棒好棒 这首歌是西班牙的人最喜欢听的 一首情歌 怪不得西班牙的人好多的孩子 生孩子生的多 很有情调 好 给你了 那现在就说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是一个医学工作者 那对于音乐对人的影响 它是应该说它是最好的药 不是第二好 也不是最好的之一 为什么最好的呢 因为现在从医学的角度 大家最早的时候的一个概念 就是人是蛋白质 那后来呢是人是能量 那后来现在发现呢 能量是波 就像那个浪潮一样 那萨摩尔呢 它就是掀起了一个浪潮 给我们这个频率 让我们都感觉到震撼 虽然这个粉丝现在在眼前 但是我相信广大的观众 以后很快就会很多的人做你的粉丝 我们也愿意做你的粉丝先 谢谢 因为像这个 因为我在医院上班 我是护士 很多病人呢 他们常常有时候跟我讲说 哎呀不能 我今天怎么样 我就要去看医生 那我就会跟他讲 我说对 你看医生 医生一定给你吃药 那药跟毒 画个等号 那我希望你用自然的方法 可是自然的方法 你也不能够说是 不要说是好像给自己弄得很危险 OK 比方说感冒了 像我感冒了 我绝对不去吃药 我也不去看医生 我就穿了雨衣 我在家里面跳牛牛舞 我跳完了以后 我再一摸 再一两体温 没有了 烧没有了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还有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情绪低潮的时候 对不对 你在那个地方 情绪再低潮 想来不想去 想了个不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去唱一首歌 唱完一首歌以后 你自己觉得 哟 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个才华 我嗓子还不错 那个心情 马上就会从低潮变高潮 所以我们要活 要开心 对啊 Summer说的对 就是说 药呢 也是也好 但是没有音乐好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音乐的频率是自然疗法 对 那药有的时候 我们讲物力财力 都不如你的免疫力 对 但是你的免疫力呢 最主要还是来自你自身 情绪 如果免疫力来自外界 来自药 对 那其实音乐就是 启迪你的免疫力 让你身体 对 处于最佳状态 对 但是这个音乐 像Summer这个音乐 就比较柔和 基本上 这个实用性 是非常强 非常强 我就坐在这里 听着Summer这个低音炮 那心灵是很震撼的 对 那我想呢 就是 那我前一阵身体不是很好 那我觉得今天 我也有被他的音乐有治愈到 很感谢 本来你今天还想吃药呢 也就不用吃了 你听Summer这么一讲 就是说 比方说你 比方说你今天有胆固醇的问题 好 你去厌血 你没有心脏的问题 好 这个就不是痕迹 那你就是看怎么样 把这个胆固醇给去下降 那如果说你今天什么 哪里 断了腿了断了 那我不能 我不能跟你讲说 你用自然方法 那不可以 该要看医生的 还是要 可是你自己来判断 是紧急状况 还是就是说 那情绪低潮啦 或者是 拉肚子啦 像这个东西 拉肚子的话 我也有办法 让你 你怎么样去吃纤维的东西 然后你让你自己情绪低潮 因为我们常常消化不好的时候 跟你的情绪很有关系 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真的会拉肚子 你真的会那个 所以是情绪很重要 当你情绪好的时候 你会健康 所以沙默这个音乐治疗 这个我们讲广浦抗菌素 还有专门治某一个细菌的 它属于广浦的音乐 因为它这个音乐 也适合大部分人去调解身心灵 那你要如果 比如说你要拔河的时候 或者是去踢足球的时候 这个音乐不行 那你得摇滚 配上 像Macy这个 但是大部分时间 尤其是像沙默这个音乐 我觉得听起来很舒服 非常有料 非常疗愈的作用 不管是睡前 还是就是醒了都可以 对对对 而且平时像沙默说的 如果心情不太好了也可以 所以沙默非常 唱唱歌 你唱唱歌 然后你身边有几个好哥们 这个是很重要 像我心情一不好的时候 我马上打电话给倒声 我有时候我有营养的问题 我也要 你在身边有一些这方面的朋友 真的好好的把握住 这个是真的是贵人 刚才我们欣赏了 Summer用英文和西班牙文 演唱的歌曲 那我们想 因为我们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希望Summer 再帮我们演唱什么 台语歌曲 中文歌曲 台语歌曲 好台语歌曲 我们来一个什么 《慈慕的人》好不好 好 让大家多欣赏不同的语言的 对音乐的这个 歌曲的演绎的这个 演绎的这个片段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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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心裡 聲聲叫吾吾吾 心愛的 近回來 近回來 近回來的心裡 做夢的人 我大王謂的文字很好 我唱這些大王謂 我上面通通寫的都是錄音符號 所以有時候人家要說 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歌詞 我說你看不懂的 我全是錄音符號 對嗎 真的很感谢神 Summer给我们大来 你看台语的歌曲就是 低回柔长 真的是听着你 你就想要掉眼泪的感觉 就是不同的语言 诠释的歌曲 完全是给我们大家是不同的感觉 那我们还想说 刚才问了一个问题 Summer是来自于中国台湾 我们想问一下 Summer是什么 什么机缘巧合来到了美国 来到洛杉矶 那个时候因为 我的先生呢 那个时候他是 每一天抽五包烟 喝酒是不喝醉 不罢休 每一天吃一个到两个鸡旁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样子的话非早死不可 胆过程太高 而且又抽烟又喝酒 他就说倒了煤 哎呀千万不要取个护士 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人活的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他五十岁就死了 他死了以后 因为孩子就给奶奶拿走了 那我要看孩子 奶奶不准我看 说是看孩子 孩子哭得要妈 所以他没办法带 所以呢我爸爸就跟我讲 你到美国去 我说那我看不到小孩 他说总有一天 他长大他会来找你 就这样子 所以我就来到了美国 来到美国以后 我为了要想回去看儿子 所以我很快 我大概在一年之内 我英文只会讲 yes no thank you 就会讲这三句 可是我把护士之道给考上了 考上了以后 我马上就到的那个 嘉惠尔院去上班妇产科 做接生的 后来呢 我为什么会去county呢 因为county的福利相当好 因为他的 就是说我们不做了 不上班了以后 我还可以照样拿薪水 拿薪水的85% 所以一直拿到我老死 所以非常好的benefit 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 benefit很重要 在嘉惠尔上班 没有这些benefit 你不做了就没有了 什么福利都没有 连保险都没有 所以沙默来美国 是很励志的 从yes thank you 什么no 只会讲这个英文 现在英文都不打结了 现在英文打不结了 我有时候讲英文的时候 我还问外国人 那个时候 我说我讲英文 有没有发音不准确 他说你讲的 那个发音很好 那我还想问 听沙默这个经历 其实是 虽然人生的前半段 也遇到过生活当中困难 但是来到美国之后 从yes no 这个thank you 到现在呢 英文讲得66的 可以做护士 那我们想说 其实算是比较平顺 那有没有遇到困难 假如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想让你跟观众朋友 分享一下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来 克服这个困难 勇往之前去走人生的路 对 我以前心烦的时候 我会情绪低潮 后来我自己告诉我自己 你情绪低潮 你就会把这个问题 把它低潮到没有了 不可能 所以我就是Let it be 这是我最爱唱的一首歌 Let it be 那可以给大家 唱一段吗 Let it be 好 来 OK 我看看那个 他边来唱 我边来做 因为是我们节目的时间的限制 那个沙默来 给大家观众朋友分享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最喜欢唱的那首歌 那我也来把我们的节目做一个 最后的准结 实际上他说这个呢 其实事情 你越是去躲避他 这个事情呢 可能变得更复杂 但是呢 他用积极的 positive的 对 就是让他走 但是你是面对他 也就是说 你不能躲 像有时候 像有时候 有时候有些问题 要小一点 可以 有些问题的时候 你如果说烦 你可以把这个事情烦了没有 那你去烦 你不可能 你还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Let it go 就像人家 有些人 我有时候会 会去借钱给人家 最后人家不给你了 怎么样 你跳楼啊 没有用 就Let it go 就算我 对 Summer分享了他 生命的见证 很感谢神 Summer的分享 真的是非常棒 我们从他的分享当中 看到了神 对Summer的带领 值得成长 Summer的生命见证 带给我们 极大的鼓励和鼓舞 很感谢神 因神对我们的爱 使我们对人生的态度 是可以不一样的 或许在人生中 有不同的阶段和经历 但可以学习 享受神 所带给我们的 生命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活着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下次再有机会 爱我们 不管我们现在 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神对我们的爱 都是不离不弃 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都可以勇往直前 努力不懈地去走人生的路 去寻求梦想 有神的同在 我们的生命 是被神所祝福的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次机扎哈德秀 大家再见 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